说一说,是吧,小兄弟们,90后,00后,说一说,我呢,这个,这个小兄弟们这边有些新东西,我再跟老哥们们传递一下,啊,做这个视频,好多也是这么个作用,大家发现我视频不分场合,不论时间,拿起来就录,也变成了我的一习惯, 也不加编辑,一气呵成,随便就说,说到哪儿算哪儿,反正尽量是五分钟内给大家聊完,啊,有时候我一高兴,几秒钟就聊完了,啊,老爱拍,拍片这个,也成了一个习惯,总结自己嘛,是吧,老的时候看嘛,老的时候看看自己年轻时候那些说话那德行,那骚一下, 人都会老去的,为什么要交几个年轻朋友呢,对吧,你将来老了,将来总有一天要挂掉,你身边那些年轻的哥们们,哎,负责把你送走, 为什么我这些大哥们呢,还有我一,比我一旺年交呢,跟我这旺年交在一起呢,我就说了,跟我这帮朋友们经常聊,我说大哥,你这个,你的后事我来负责把,啊, 人生就这么回事,是吧,你送走了我,我送走了你,哈哈哈哈,啊,再过一百年,我们再相聚,啊,是吧,啊,这个,这个, 送到火箭上当话回,啊,这个,就这么回事,就这么回事,人生很有意思,啊,尤其是我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,又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,等于重生了一次, 我计划,人生中会去地中海地区,再生活一段时间,啊,为什么是地中海呢,嗯,我来跟你们聊,那下一个视频聊吧,